今天我们讲南朝政治 这一讲与上一讲当然是密切相关的 在前一讲 我们首先阐释了东晋门发政治 在这个时候 所谓的四大家族王于桓谢 得以陆续地与东晋司马仕皇权攻天下 在上一讲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叙述了江左五朝的士族政治 就是为了便利 我们把士族政治和门发政治两个词略作区别 田一庆先生定义的门发政治 意思是门发与皇权的共治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 只存在于东晋一朝 到了南朝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至于士族政治 比如士族对文化的垄断 士族的认官特权 士族的内婚制 士族重视君旺 重视普学 以及士族领主韩人 这些士族现象 那么是整个威尽南朝都存在的 但是到了南朝呢 前一点就是门发政治发生了变化 虽然士族政治还在继续 但是门发政治已经发生了变化 主弱陈强的局面 有了重大的改观 皇权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 这是南朝的第一个变化 但是大家看我们今天的标题 也能看到 皇权复兴之外 我们的标题中还有政治僵局四个字 这个意思是指 南朝随着历史的发展 逐渐走入政治的死胡同 与生机勃勃的北朝相比 从整体上说 南朝的政治是在趋于尾尼堕落 最后灭亡于北朝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概述南朝的历史 首先是从北斧兵与刘裕殖尽开始 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提示 大家要注意 刘裕得以成为中进政权的终结者 他的依据是什么 他的个人身份是什么 大家注意这样一点 首先呢 我们从这个北斧兵谈起 我们这一小节的标题 就是刘裕与北斧兵 我想大家还记忆犹新 我们阐释中进门阀的政治结构的时候 有三个要点 根据田一庆先生的认识 第一个是皇帝催狗 第二个是门阀当权 第三个大家还记得吧 流民出力 这是田一乡的原话 我稍作修改 改为流民御编 那么流民御编这个问题 与北斧兵密切相关 对此 田一庆先生在他的 《中进门阀政治》一书中 有非常深入的阐释 这个北斧兵 这个政治力量 军事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我们看看 北斧这个名目是从哪来的 北斧的所在地 是广陵 西晋以广陵在洛阳以东 所以在这个地方设东东狼将来镇守 大家看看这就是广陵 今天的扬州 东进原地呢 任命狼牙王叔 做北中狼将镇守广陵 为什么又用北中狼将来镇守呢 这个因为相对于健康来说 他在健康以北 在江北 所以改称北中狼将 改用北中狼将来镇守广陵 所以以北为号 那么这个地方 由北中狼将镇守 所形成的一个军府 就叫北斧 这就是北斧兵的来历 在勇家难渡前后 刘民和刘民帅 往往停滞于江淮之间 即使过江 他们往往也紧紧地居于京口 大家看看 就是今天的镇江 朝廷对他们与对士大夫相当的不同 对他们怀有某种程度的遗迹 而这些刘民帅 他也不愿意脱离自己的不屈 因为脱离了不屈之后 他在政治上 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依赖和实力 至首在了 比如说上一讲 我们提到那个中流积极的 这个 祖契 祖契就是一个刘民帅 他虽然这个 曾经进入健康 可是他的不屈却在京口 由此在广连和京口 这两地形成了一个 刘民聚集的地方 进城地的时候 苏郡作乱 西建以广陵之众渡江平叛 那么北斧 北迁到南迁到京口 这样的京口就成了下游的一个军事重镇楼 经过西建 在这里十多年的经营 他就成了健康的屏障 北斧的统帅 非侨性门阀不能染指 而他的将士 则来自永汉的游民武装 这个 北斧是徐州的治所 这个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北斧 徐州人多进汉 这个是指南徐州 他的治所在京口 所以环温非常地看重这个地方 他有这样的话 京口这个地方 酒可饮 兵可用 我不知道今天这健康是不是 就镇江这地是不是还出好酒 但是当年 这是一个 东进郑权的兵源 所出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在匪水之战之前 谢玄镇守北斧 这个 谢玄在这里招纳 禁荣 当时 这个有一批重要的流民 这个流民首领 那么进入了谢玄的麾巷 比如说刘劳之 诸葛侃 高衡 孙吴宗等等 这支军队 就是说北斧的统帅 来自乔兴门阀 他的将领 将校 以及士兵 都来自流民武装 史称这个百战百胜 号称北斧兵 这个 环玄 在篡权的时候 进入建康 他篡夺了政权 在这个时候 他就图谋成立 在成立之前 他就想探测北斧兵的动向 他派环迁 来询问刘裕 说这个 假如环玄 篡权的话 那么他怎么看 刘裕当时的回答是 尽势微弱 民望久宜 趁运善待 有何不可 这个刘裕 大家知道 他小字叫济奴 是吧 这个据说是刘邦的弟弟 楚元王 刘娇的后代 但是据我系的 朱总彬先生的研究 认为他的身份 应该属于下等士卒 实际就一军人 据说年轻的时候 曾经砍柴 可见家庭也不是怎么有钱 曾经跟人赌钱输了 叫人给绑到马庄子上 还不己见 可见 根据这些记载吧 也不是门第高贵的人物 后来他投奔了北斧兵 在孙吴宗和刘劳之的回忆下 最后做官做到了建武将军 下必太守 由此刘豫成了北斧兵将领中的 一个重要的人物 刘豫表面上对环氏表示的支持 实际他在密谋返环 这趁运善待之事 最后他自己做了 还原称帝 但是随后不久 也就是公元404年 刘豫与何无忌一批北斧将校 在京口起兵 而另一批北斧军官 刘毅 孟长 刘道归等 在广陵起兵 京口 广陵两个地方 同时返环 环玄 于是就是无法对抗 只好逃回了老窝江陵 最后兵白被杀了 我们看北斧兵呢 在门阀政治的时代 他似乎在政治宗书上 没有影响 但是一旦 在动乱的时代 那么北斧兵的动向 就显示到左右局面的能力了 环玄兵外被杀 近安帝抚卫 刘豫得以都督宗外诸君士 陆上如是一跃成为当时最大的权势者 平定平环玄 已经是刘豫之大功了 此后的工业更令刘豫威望大增 那么刘豫的工业有如下几点 第一是灭南烟 公元409年 刘豫率兵北伐南烟 当时南烟的大臣公孙五楼 请求南烟之主慕荣超 固守大县 就是今天山东以水 这是一个天险 但是慕荣超过于自信 过于骄傲 没有那么做 结果刘豫得以长驱过县 410年攻破了烟都广固 辅展南烟王公以下三千人 这是十六国以来南朝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环温平定蜀地的 灭掉蜀地的陈汉 那么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那么刘豫呢 这是又一次重大胜利 又一个十六国政权之一 被南朝灭掉 被这个工业灭掉了 辅展王公以下三千人 这个慕荣超等被送到健康市场上 当众斩首 这对南朝来说 江左政权来说是一个相当扬眉土气的事情了 青州 衍州之间的 这青州 衍州之间的大片的土地得以恢复 在这个时候 刘豫的工业已经超越主气 远远地超越了主气 同时也超越樊温了 第二是平如荀 上一讲我们讲孙恩 卢群起义的时候 我们说提到徐道夫和卢群 趁着刘豫发南烟 北上袭击健康 当时朝廷极为恐慌 但是刘豫从前线及时的赶回 在健康附近 也就是410年击灭了卢群之君 第三是平鼠 405年 乔纵散 称城主王 在这个时候 鼠地脱离了东京的控制 412年 刘豫派部将朱灵石入手 灭掉了城主王乔顿 这样在刘豫的功劳部上再添一项 第三 第四是伐后群 后群之主姚姓死后 激励的姚洪 庸诺无能 刘豫虽于一夕12年 也就是416年 率兵北伐 亲后收服洛阳 又攻克了长安 姚洪帅妻子群臣出降 我们看这个时候 南朝的江左政权的疆域 一度扩大到了最大 青眼一带 洛阳以及关中长安 都处于东晋政权的控制之下了 这是南朝疆土最大之使 但是呢 这样一个胜利的局面 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因为刘豫的心腹刘慕之 在健康去世 那么刘豫呢 着急回健康去增多权力 他恐怕京都有变 所以匆匆而还 他让自己12岁的儿子 刘亦真来镇守长安 结果部将之间发生冲突 那么下国的赫连伯伯 我们看从统安城南下 夺得了关中 关中得而复失 这是东晋的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是无论如何 刘豫的功绩 可以说自曹操以来 在魏晋南朝 他是曹操以后的第二人 此前环温灭十六国之一 而刘豫灭十六国之二 加上灭环玄 平桥纵 平鲁巡等 刘豫的工业 在东晋可以说首屈一指 在这一过程中 他还剪出了很多正笔 1712年 刘豫为相国 封宋公 在这个时候 他称帝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但仅仅由于一个神秘的原因 一个神秘主义的原因 他没有马上的取代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当时有一句称言 叫昌明之后有二帝 昌明是孝武帝的小名 这个刘豫听昌明之后 还得有俩皇帝 是吧 那么现在金燕帝之后 还应该有一个 还一时轮不到他 所以他先把这个金燕帝 司马德宗给勒死了 这个然后呢 让这个他的弟弟司马德文 做了皇帝 也就是后来的这位 晋宫帝 以凑够这个二帝之术 随后在元席二年 也就是420年 刘豫成帝建宋 为宋武帝 这样呢就合乎昌明之后 有二帝了 这个刘豫的工业 后人是非常之赞赏 那么新西极的词 这首词大家在中学的时候 读过吧 斜阳草树寻常相末 人道济奴层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 契存万里 独苦 北斧兵出身的 并非士族门阀的 一个北斧军官 刘豫 凭借他的赫赫战功 取代了东晋 那么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首先是文化士族的衰落 文化士族 之中出不来皇帝 皇帝要从武将中 武人中产生 是吧 而不是从文化中产生 文化士族以逐渐衰落 无力撑起江所政权 非文化高门的刘豫 以四等士族 北斧武将起家 由此皇权 这就成了皇权从政的 一个转折点 成为文化低落 皇权从政的一个 重要的转折点 那么刘豫的北斧背景 田仁庆先生给予了 高度的重视 田仁庆先生指出 东晋一朝大事 几乎都与流民群 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 而刘豫的成功 终归又是靠 经口流民的力量 以往的研究者 在讨论东晋文化政治的时候 一般都采用婚患的模式 就是从士族任官特权 和士族的婚姻 来看 士族门法这个阶层 那么田先生呢 另辟蹊径 从士族门法 对金正实权的掌握 来看 门法如何与皇权 供天下 同时呢 他是流民问题 成了门法政治 这个话题的一个固有的成分 我觉得这是田先生 东晋文化政治这本书的 一个重要的贡献 就是把流民的问题 和东晋文化政治 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个 有机的内在的联系 就门法政治的终结 最后也是和流民武装 即背负兵有关 那么刘豫的工业 刘豫的背景 是皇权来到一个从政的转折点 宋书中对禁宋历史 有这样一个追溯 说宋主受命一月前膜 他的规模超越了前代 这是和东晋相比的 禁自社庙南迁 陆去王室 朝全国命 地归台府 君道虽存 主为九屑 上一讲 我给大家念了这段话 是吧 这段话呢 是对东晋政治的一个概括 君道虽存 主为九屑 虽然皇帝还存在 但他的权威 已经大打折扣 黯然失色了 那么到了宋高祖 刘豫呢 高祖地妃桓文 众无异缕 征顾家巡 遗凶简报 似尽佩天 故事旧物 诸内清外 公格区域 那么 在进入危境以后 不断滴落的黄泉 由此 走出了低谷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 原家之志 继续终结 公元422年 太子刘亦福继位 视为少帝 但是当时几个辅政大臣 认为这个 刘亦福游戏无度 不亲政事 又把他废了 另立了由刘豫的第三个儿子 刘亦荣 为帝 视为宋文帝 而在此后好像是三子 就比较的容易成为皇帝 就是由此开始了 年后 袁家 这个宋文帝是大臣 是这个徐宪之 苏亮 谢慧等等大臣拥立的 但是他当了皇帝之后 他就不能容忍 大臣 善行 费力了 我的老师之一 朱宏斌先生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讨讨过这个 徐宪之 富亮协会 废婚立名 这个是这个 做法的意义 他说是这个 历史早期吧 调节皇权的一种形式 一种普京 当时还是在八十年代 政治上还非常是敏感 就是有人来想追查 他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不是 煽动政变 当时这种 政治敏感 敏感度比现在要高得多 这个 但是对于专治皇权来说 他不能容忍 全臣善行费力 所以这个宋文帝 当了皇帝之后呢 就把这个徐 处谢三人 给剪除了 此后宋文帝 督克农丧 勿于励志 修复学校 考察 守载 减免诛碎 是元家年间出现了一个清盛的局面 史称元家之治 元家之治 当刘裕推出关中之后 河南之地就为北魏所占 那么宋文帝呢 对此耿耿于怀 有恢复之治 不过在这时候 北魏已经进入了盛期 就南北两个政权 恰好同时开始进入盛期 于是两强相争 南美的竞争 开始激化 热度上升了 元家27年 北魏太武帝统一了北方 那么北方的声势 显得更为强盛 那么他就开始转 兵风 开始 他的北魏太武帝的视线 开始转向南方了 在这个时候王玄墨也在积极的为宋文帝谋划北伐 我们看这个史料 史料说王玄墨美臣北心之策 对宋文帝就对阴景人说 听着这个王玄墨一番谋划 听着教授真是振奋 有风狼居序意 就是当年霍居病 北极匈奴 一直打到贝加尔湖 在路过这个狼居序山的时候 在这个山上祭天 这个在另一个山头 孤眼山祭地 那么这个风狼居序 就成了华夏政权 北极 葫芦 取得胜利 这个的一个象征性的说法 宋文帝他说 听了这个王玄墨的这个北伐的谋划 真让人感到非常振奋 非常跃跃一世 使人有风狼居序意 此年秋七月 宋文帝派王玄墨北伐 这个然而十月 太武帝就率卫军大志 号称百万 屁股之声 震天动地 王玄墨仓皇奔退 西路的柳元景 本来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经过洪农 已经公治通关了 在这个时候也被迫撤军 中路也只好一并退军 七年太武帝大军南下 越过了蓬城 须移直敌刮布 就是江苏的六河 已经临江了 太武帝兵封临江 在这个时候 健康政权又面临的重大的军事危机 这波沿江击败里 这个社交 用我们今天的话 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全力来防御 这个都下镇聚嫌贺旦而立 就是首都人心惶惶 大家都把刑事园都打好了 挑着担子 准备太武帝渡江 马上抬起就跑 就嫌贺旦而立 挑着担子在那等着呢 沿江七百里射京 但是太武帝呢 他估计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渡江的 于是对江淮地区大加破坏 战争到原家二十八年结束 江淮经卫军的一入一出 于是成了赤利千里了 史称原家之政衰移 新系级的京口北固庭怀骨 也对这个事情表示了极大的遗憾 大家还记得是吧 这个原家草草 风狼居蓄 赢得仓皇北固 就是感叹此事 就原家二十七年 太武帝 这个北伐势力 随即这个 宋文帝北伐势力 太武帝转为公式 这个 可堪回首 碧利茨下 一片神压涉骨 那么提到了一个 碧利茨 这个 路由的入属记 记载在瓜布的山顶 就有一个原位太武帝庙 是当年太武帝南勋 来到瓜布的山顶的时候 所修的一个祭祀的场所 就是说 宋文帝讲 风狼居蓄 狼居蓄在北方几天 没有成功 反而太武帝到了江边 祭了一次 由于 原家之间南北两强相争 而流 南朝失利 南朝至流域 北伐以来的强劲势头 有此顿见 此后宋朝的内部 多次发生皇位之争 宋明帝继位之初 就发生了内战 在这个时候 由于内部匆匆矛盾 幽州刺史刘修斌 衍州刺史碧中静 徐州刺史徐安都 冀州刺史崔道顾 青州刺史沈仁秀 这么一大批地方高级军政长官 投降北魏 刘宋于是丧失了淮北 以及豫州之淮西 这五个地方 我在这里给大家标志出来 这一大片土地 又落入了北魏之手 这个南朝丧失了淮北四周 从此淮南成了前线 那么两强相争 这个南朝 已经在这个时候 已经先输了一筹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进一步分析 宋奇的皇权 就皇权从政之后 那么在政治上 发生了什么 刘宋自刘豫 从政皇权宇来 号称 主威独运 官智百思 全部外甲 宋书 就有这样的一个评价 孝贱太史 指的是宋孝武帝和宋明帝 但是也包括 宋武帝和宋文帝 就是自从刘宋以来 就是主威独运的 门阀再没有可能和皇权共天下了 皇帝垂拱 的政治局面 一去不返了 全部外甲 甲就是戒的意思 全部外甲就是权力 不容他人 真详的意思 田云庆先生指出 四等士族的势力 也已转化为皇权 中书和藩镇 总是控制在皇室的手里 势中门法 虽然还可能 兴风坐浪一时 形成政局的暂时反复 但是严格意义的门法政治 是确定不一定 一去不返了 一去不返了 那么在重镇的皇权 他们采取了 一系列的措施 来自我维护 这些措施有哪些呢 包括三点吧 第一是武将执兵表 第二是韩人掌机教 第三是皇子镇要翻 下面呢 我们对南朝皇权的这三个变化 我们一一加以分析 首先是武将执兵表 刘豫本来是北府将校起家 而开放刘宋的 由此显示 韩人将帅的开始崛起 士族不但治国能力大为下降 他们的军事能力更大为衰减 大概除了在南朝 除了刘宋谢魂 等少数几个门法人物 还能掌兵之外 在此之后 像王谢这样这些大族 这些一流门法 手握重兵 在军政事务上发挥重大作用的情况 基本就没有了 基本就没有了 我们看东京历史防御环泻 几家大士族 既超持民政 又主掌军政 各个重镇都在他们手里 而且他们在军事上 也确实能够建功立业 那么这种情况 已经一去不返了 显示士族门法 不但治国能力下降 那么治军能力 更是已经没有可能了 所以赵毅的二十二史扎记 有这样一条 叫江左士族乌公臣 那么大家要注意 这个不包括东晋 东晋的释迦那族里面 有很多重要的军事人物 但是江左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 南朝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宋气良臣的 主要的军事将领 比如说 谭道底诸灵石 沈田子 毛修之 朱修之 刘康主 道彦之 沈庆之等 于顺 比如王静泽 张静儿 陈显达 崔慧景等 之于其 比如陈伯之 陈庆之 蓝钦 曹景 宗 张慧少 昌义之 王林 杜勘等 之于梁 比如周文玉 侯安都 黄法寺 吴明彻等 之于陈 结玉武勘乱 为国家所以赖 那么释迦那族呢 赵义指出 而所谓高门大族者 不过雍容令谱 群积相高 悠闲自在的 在朝廷占据高位 可是他们已经丧失了 实际的君政实权了 南朝韩门武将 赤城江义 捍卫国土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个字念义 不念场 应该读江义 而不是江场 这种重大的作用 显示了和东晋的重大的不同 但是南朝的武将 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虽然有所提高 但是呢 也深受士族的压抑 首先士族 纵文清武的风尚 对武将的从政 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此外呢 还有一些武将的家族 他们的子弟 他们父亲立了功 做了高官 可是他们的儿子呢 很羡慕那些施加大族 那些风流名士 沾染了士族风袭 钻耳其文 结果呢 就使家族衰落下去了 以前若干年前 我们系的研究生 有几篇论文 就涉及了这个问题 比如我们看看南朝的那个柳氏 还有几个家族 他们的子弟就是说 受了那些士族名士的影响 开始习文 结果逐渐的这个家族 文也没习成 武也弄没了 结果家族就衰落下去了 南朝的将材日益匮乏 就是在这种局面之下 静治用北方祥人为将帅 后来我们会谈到侯景之乱 在侯景围困台城的时候 首将杨侃 他是主将 原来是北魏的将领 那么也就是说 在侯景之乱的时候 外面攻台城的 里面守台城的 都是北方来的 都不是南朝人 杨侃一死 台城不守 最后陷落于侯景之手了 又比如后面 我们还要提到王僧殿 王僧殿的父亲是王神殿 他是由北魏而相良者 等姓乌安氏 从这个姓氏来看 其实他是个鲜卑人 所以南朝武将 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发挥更大作用了 同时我们也看到 那么他的 在形成新兴政治力量上 那么武将 还是很有重大局限的 就武人这个政治势力 还是有重大局限的 就在士族的压抑之下 他们没有能够形成一种 新兴的政治力量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点 就是韩人掌机要 这是南朝又一个图书的现象 我曾经建议大家在课下 读一读赵毅的二十二史杀记 是吧 那么韩人掌机要呢 就是赵毅提出的一个论题 这就反映了赵毅的史实 他看到了南朝的一个 重大的政治现象 南朝中书省执掌机要 中书令中书郎都是由士族担任 他们往往不怎么管事 那么实际中书省的事物呢 就落到了第一级立员 中书通书社人手里 而皇帝呢 往往让韩人去担任中书社人 那么这些社人 中书社人由此得以掌管机要 而获得了重大的政治权势 比如在刘宋的时候 就有这么几位 比如戴法兴朝上之等等 凡选受牵管 牵转诸上大处分 上孝武帝 接遇 接遇 与之参怀 都和这些中书社人 和这些韩人商量 前卫帝继位的时候 那么 这个社会上就有这样的 一个传言 说那戴法兴才是真天子呢 这皇帝是燕天子 是假的 燕就是这个假货的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实权啊 当时实权是 这个操在戴法兴手里 他说了算 皇帝呢 其实是被他摆布了 南极也是如此 像这个如法量 吕文柱 定世清天下 狼牙王室的太尉王俭 有这样的感叹 我虽有大卫 权继 奇迹 无功 可见在南朝的时候 有一批韩人 又作为一个新的 社会政治角色 开始展露头角了 为什么在南朝 会出现韩人掌菊药的 这种现象呢 首先韩人凭什么得以掌菊药 这个是大家注意的 同时呢 我们还要注意 为什么这些人 依然被称为韩人 我们要从这样两个角度 去观察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那么赵毅给了一个 很好的阐释 他说当时的高门大族 门户已成 令谱三思 可安留平静 不懈皆知尽心 以邀恩从 且风流相上 汉以物物关怀 人主随不能借以其事 这有两点 第一这高门大族 凭着自己高贵的门帝 就能做高官 所以他在政治上 没有一种精灵业业 为国家献力 讨皇帝的欢心 没有这么一种 动力和压力 而且他们的习上是什么呢 玄奴文史 是以风流相上 那么对于 实际的政治事务 这些暗独之劳 他们觉得那是俗利之事 不屑为之 那么皇帝呢 就不能靠这些人 来这个担任国政 那么于是 就不得不用韩人了 那么韩人的政治特征 是什么呢 人寒则息荣窃 而宣逆秦 他改变自己 非见地位这个愿望 就非常强烈 他有社会竞争的这个动力 那么 息荣窃而宣逆秦 同时他地位低贱 便于君主驱使 对那些施加纳族 皇帝的客客气气的 比如说我们上一次 讲到这个 这个陆雄之和这个 王僧达 大家记忧忧心吧 对那些贵公子呢 皇帝相当的客气 但是对于这些韩人 地位非常卑微 想怎么 驱使他们 就怎么驱使他们 不顺心了 一翻脸就可以收拾他们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地位卑微的人 把他们扶持起来 对于君主专制 更有利 因为在上面讲 我给大家看了几位 比如说 梁启超 比如培根 比如孟德斯丘 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贵族 是君主专制的一个天敌 是吧 所以韩人地位的上升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皇帝的专制能力 开始再度强化了 他已经有能力 把一些地位卑贱的人 扶持起来 并且赋予他们实权了 是吧 所以韩人得以掌局要 是皇权重新振兴的一个表现 但是在另一方面 这些人依然还被称为韩人 宋朝有一个学者叫叶氏 他就指出了这个现象 魏晋以来 以贵易贱 这是一个讲贵贱的时代 而不是一个讲质和愚的时代 我上次也给大家看了一段材料 就是周汉以来是 以质易愚 是吧 那么魏晋以来呢 就是以贵易见 世俗之科 较人有变 随是世人 随是韩人 那么是清清楚楚的 在这种情况下 才会有韩人掌局要 这种情况 就是说韩人掌局要 这问题不在于 还不仅仅在于他们掌局要 还在于他们依然被称为韩人 叶氏就说了 像戴法兴 徐元 阮建夫 这些人 如果在后代的话 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士大夫 那么可是在这个时代 他们依然被看成韩人 甚至被看成恩性 就是在士族的眼里 你只不过是凭着 君主宠爱 而得以弄权的小人而已 你依然身份低贱 那么也就是说 韩人 就社会下层 这些有能力的人 已经得以展到头角 但是士族门阀 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 依然在压抑着他们 依然给他们贴上了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就是韩人 不管你干得怎么出色 不管你有多大的实际权利 你依然是韩人 大家看一看 右面的这幅画是 一幅名画 顾凯之的洛神富图 那么这个图上的这些形象 就可以反映 宗古的士族门法的形象 下面我们再分析第三点 皇子镇耀藩 在我们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请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讲八王之乱的时候 给大家提供了一幅地图 大家还有印象吗 就是西晋时期 宗王出镇图 各个中镇 都由宗王来镇守 在东晋的时候 这种现象没了 各个中镇 都由门法把持 那么在上一讲中 我给大家也提供了一张表 就是王于还谢 这四大家族 是吧 他们占据 扬州 药州 京州 以及江州 徐州等等 那么南朝呢 我们看 情况又发生了一个转变 南朝的皇帝 往往得以封王 皇帝让他们去镇守 京州 阳州 徐州 江州 雍州 等等要番 这个做法 从刘豫就开始了 刘豫下令 京口要地 去都一密尔 自非宗室尽弃 不得居之 京口 是徐州的制作 是吧 在下游 就是徐州这个地方 这个兵力最强 那么上游是 就是京州了 所以刘豫又下令 京州上游行圣 地广兵强 那么刘豫 留下一份诏书 诸子次帝居之 就是由他的皇子 轮流 或者说依次来镇守京州 那么我们又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西晋 宗王 势力高涨 东晋宗王势力下降 到了南朝 宗王的势力再度上升 是吧 正如田一庆先生的所分析 门阀政治之下 微弱的皇权 滋生不了那种 必须依附于皇权 而行专善的 宦官外戚宗室 滋生了 也难以藏起起重要作用 动乱的根源 却脚逸来自 氏族中的权臣 那么东晋 是这样 到了南朝 这个宗室在政治舞台上 开始展露头角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门阀政治已经成为过去了 所以在上一讲呢 我们就提示大家 上两讲都给大家提示过 宗王政治 是我们观察当时政治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我们可以给大家进一步提供一些数据 陈长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 曾经对 这个 近宋气良辰的八种高级官位的拥有者 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陆尚书市 尚书令谱 宗书监令 市中等等的 这些高级职位的人选 那么他把氏族势力和宗气势力 分开来进行统计 由此呢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 绿颜色代表氏族 红颜色代表宗室和外气 那么我们看看 黄金国戚和氏族门法 这两种势力 他们的变化规律是很有意思的 西进的时候 这个这几种高级官职 氏族占48% 宗室占19% 那么到了东进的时候 氏族一下是上升到78.4%了 宗室骤然下降到7.4% 到刘宋的时候 黄泉重镇 氏族占64% 那么宗室呢 上升到19% 到南齐的时候 氏族下降到55% 宗室呢 这个上升到38% 那么这样 大家看一个此消彼长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 变化的曲线 就是非常有趣的 当然良辰的变化呢 又另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至少 从近到齐 我们看看 这二者互为消长 就是非常之清晰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从宗王政治来看 黄泉与文法的话 我们能看到一个这样的形状 也就是一个马鞍形 是吧 一个马鞍形 就是说 黄泉重镇后 即伏击宗室 宗王再度成为政坛的主角 这很类似于西晋 但却不同于东进文法政治时期 但是在谈 分析西晋的宗王政治政治的时候 我也向大家指出这样一点 如果你和秦和汉 这样的专制大帝国相比的话 你又能看到 秦皇汉武是不任用宗室的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三种情况 第一 像秦皇汉武 这样的专制大帝王 他靠专制和法治 就能建立最稳固的统治 他不依赖于宗室 这是比较高级的一种 极权统治 那么次一等的呢 就是像南朝 像西晋这样的宗王政治 这是一种退行性的政策 就是皇帝已经 皇权已经有所低落 但是他依然有能力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采用一种办法 扶植自己的宗室 靠自己的皇子皇孙 来直接的 靠任用这些人 来直接的维护统治 但是这种方式呢 就比较积极了 最惨的就是东进那种情况 皇帝想扶植宗室 都没这能力了 那么所以宗室 宗王政治的重新出现 我也使用过四个字 叫饮震止渴 是吧 因为这个从八王之乱中 我们就能看出来 而在南朝 我们又再次看到了 它是一种饮震止渴 因为南朝的宗室相残 十分惨烈 再度出现了 类似于八王之乱那种情况 刘宋原家之 宋旗政治经常与动乱 和荒淫伴随 宋文帝怎么死的 被他儿子给杀的 在这时候就出现了 子师父的一个丑剧 就骨肉相残的丑剧 开始上演 这个文帝的第三个儿子 刘俊攻杀了刘绍 视为孝武帝 那么孝武帝呢 左耳杀掉了刘绍 又杀掉了他的四个儿子 那么为了 减除自己亲族之内 可能的竞争者 他开始大杀骨肉 杀掉了他叔父刘一轩 以及刘一轩的若干儿子 把他自己的兄弟 这个刘瑞 刘淡 刘修帽 刘朔 刘魂等 全部杀死 在攻破刘淡与广宁的时候 城中无耻以上的男兵 全部斩首 女子全部赐给图成者 当时就出现了一首歌谣 叫 遥望建康城 小江密流营 前见子杀父 就是刘绍杀宋文帝 后见帝杀兄 就是这个 孝武帝刘俊 杀他的哥哥刘淡 孝武帝的儿子 钱飞帝 也大开杀戒 杀他的叔祖刘一公 杀他的兄弟刘子伦 他有六位叔父 全部封王 那么 这个 钱飞帝 把他们 全都关在笼子里 脱光他们的衣服 让他们一丝不挂 让他们吃猪食 还把他们的王号 改为杀王 贼王 鱼王 猪王 肆意污辱 那么在 这种盗平地时之下 他的叔父 刘裕起兵 杀了钱飞帝而自立 视为宋明帝 那么宋明帝 成帝之后 又遇到了刘子勋 宗室刘子勋的反抗 宋明帝又杀掉了刘子勋 又杀掉了孝武帝 十二个儿子 以及自己的四位弟弟 这样的宗室相传 的惨剧和丑剧 在萧綦继续上演 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齐明帝萧鸾 串位之后 大杀齐高帝 齐武帝子勋 赵义有这样的一个评述 然则宋五九子 四十余孙 六七十增孙 死于非命者 十之七八 且无一人 有后于世 诸以骨肉 唯恐不尽 这一条出自 宋子孙除鹿之惨 就是骨肉相残 那么还有一条 齐明帝杀高五子孙 杀齐高帝和齐武帝子孙 大家也可以参看 就是这齐明帝 每当晚上要杀他的亲人的时候 白天都要烧香 对着香火 在流泪痛哭 别人一看他那样 知道他今晚总要杀人 于是到了晚上 就领着刀铺手 大声叫喊着 聪入住宅 然后把他的亲人给杀死 最前幕呢 就把这样一点 这样一个现象 称为皇室的恶化 这个皇室的恶化 除了骨肉相残之外 还有这种荒音无耻 大家可以看一看 宋吉多荒主 宋氏归门无礼 这些条目 比如前辉弟刘子叶 给他的姐姐三云公主 设置了 二十多个男宠 号称面首 还有这个 齐玉林王 也为他的母亲王太后 设置了男左右三十人 也是男宠的意思 那么这个 赵义呢 对这些荒淫和残暴的现象 有一个分析 他说宋五弟啊 是从这个相好起家 以诈力得天下 没有家教 其于家庭之教 孤卑侠吉也 是以公为之乱 无辅伦理 就是宋吉之主 这种公为之乱 是相当突出的 赵玉觉得 因为他们不是文化士族 没有教养 就是一个爆发户的形象 一个爆发户的面貌 出现在历史武代之上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形象 那么这样呢 这个分析呢 也非常值得参考 因为生活经验 也是我们知道 这种土豪爆发户 确实是有一些 会有一些 就是这类的表现 但是这也不是 我们所关注的 也不是这个事件 唯一的解释 我们仍然倾向于 从这个东方政治 来理解这样一点 把它和巴王之乱 比较价值观察 才能真正的看清 骨肉相残 不仅是一个家教的问题 实际它再度意味着 就是再次昭告后人 中皇政治 是一种饮阵止渴 皇帝不得不这样 但是这样做呢 它不是政治稳定的表现 也就是说 我们分析了 武将执兵兵 分析了韩人掌机要 又分析了皇子振耀三 我们既看到了 他是皇权重振之后 所采取的 皇权自我维护的措施 同时我们又指出了 这三种措施 都有它的局限性 是不是 从武将执兵兵来说 我们看到 武将受重门清武的风气压抑 没有形成一种积极的 新兴的政治力量 从韩人掌机要一点 分析也是如此 就是这些人 已经掌机要了 但是依然被视为韩人 还是受排挤的 那么再一个 就是皇子振耀三 宗王政治 他一方面 是皇帝 自我维护的表现 另一方面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 政治动乱 比如骨肉相残 好 下面请大家 休息几分钟